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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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上面的部分是不是像一个帽子呢 然后呢拿出一张粉色布织布覆盖 摆在上面 顶部用橡皮尖固定住 然后沿着卡纸的边缘剪出一个圆形 这样就剪好了 当然没有布置布的同学们也可以用其他自己喜欢的布代替哦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将白乳胶和水一比一混合 然后均匀涂抹在帽子上 边缘的部分也要抹到哦 现在呢就可以等它自然风干了 如果大家和小帕一样没有耐心的话 也可以用吹风机将它吹干哦 你们看帽子就成型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装饰这顶帽子了 用酒精胶将丝带粘在帽子的边缘 为了让帽子更优雅呢 我们再剪一小段网格纱粘上去 最后再粘上蝴蝶结和水钻贴纸 最后再粘上蝴蝶结和水钻贴纸 我们赶快让芭比戴上试试看吧 哇哦小帕太谢谢你了 戴上它我就再也不怕被晒黑了 那我们出发去郊游吧 今天小帕教大家做的迷你太阳帽 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动手试试看哦 小帕还做了几个不一样的 你们最喜欢哪个颜色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想和林可家族有更多的互动 一定要记得关注小林玩具的微博和微信哦 谢谢你们的耐心收看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海外的 好像是西班牙 好它在里面写到了 小林你好 我觉得你跟我一样 一样的漂亮 嗯 那么因为我还小 并不会写中文 这封信应该是爸爸妈妈带笔的 我非常喜欢看你们的视频 你们所有的视频我都看过了 我觉得小林 月儿 三们你们都很漂亮 非常感谢我们嘉尼小枫林这封信 很用心 而且是从海外给我们寄的 谢谢你 小枫林们 如果你们有想对我们说的话 或是建议 记得给我们来信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